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暑假到来 在台东的绿道蓝宇人潮暴多 原本有两艘货船负责载运物资 最近有一艘进场维修了 只剩下一艘货轮正常运作 现在当地居民很担心 会引发断货危机 一艘艘客轮从港口出发 载着游客前往里岛展开度假行程 最近台东蓝宇和绿岛人潮暴多 店家生意超级好 却也要面对民生物资断货的可能性 原本有两艘货船负责运送离岛的物资 但是最近其中一艘回高雄进行检修 如今只剩下一艘负责民生物资 油料等运补工作 运能严重不足 一星期一定要两艘 两艘至四艘 土耳的油 和这些民生物资 接着没去真的油客就不用这 剩下一艘货船 光是运补两厘岛发电厂 和加油占油料就已经运能满载 工作人员每天上货下货拼命开船 长期下来人也会累倒 船也容易故障 业者好无奈 只能向政府喊话 希望能出手帮忙 记者刘灵墙抬动报道 跟上 中央 都失败 Construction